好 Blackpink 是一連兩天在高雄來開場 那麼今天第二天 現場還是有好多的粉絲狂掃周邊商品 周邊商品呢 開賣才短短兩個小時 17項商品通通秒殺 那麼歌迷也買爆了現場的小吃 還有這個炸物攤跟飲料攤 業者是忙到手完全沒有停過 那麼也因為 Blackpink的演唱會 讓高雄擠滿了人潮 高捷單置的運量是超過了25萬人 這比跨年的時候還要來得多 那麼演唱會結束之後呢 其實也有好多的粉絲繼續試殺到 包含像是瑞鋒啦 六合夜市去吃美食 看見滿滿的消費人潮 也讓夜市的攤商笑到何不龍嘴 排隊人龍常到看不到鏡頭 上午10點一到 Blackpink周邊商品開賣 粉絲狂恰 買買買喜歡就帶回家有人因此豪雜了 粉絲的爆買力現場攤商也感受到了 不管是家務攤還是飲料攤 老闆忙碌的手沒停過 年輕人的消費能力比較強 大概多個兩三整吧 都是排隊啊 一直排 一直排 然後就看隔壁也是都在排隊 擠擠擠聽完 Blackpink演唱會 又做什麼 當然是帥 粉絲轉移陣地直攻夜市祭武藏廟 大批粉丝 几经瑞丰夜市 相较之前疫情时 真的是满血回归 六合夜市同样人潮满满 摊伤忙到小兮兮 韩国女团Blackpink 魅力席卷全台 为港督带来人潮 御前潮 华视新闻 许温男 孙维娟 荣浩北高雄报道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介绍